大家好,我是文文,现在看这个网络,刷这个推特就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国人去买盐,抢盐,或者是盐突销的这样的消息 然后还看到就是说,很多人他这个心态就是一开始可能是很紧张,很害怕,现在变成了很愤怒,对吧,对日本很仇视 比如我们看到有的小学生就把日本的地图就给撕下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好像就哭,痛哭流涕,那真的心里面是很气愤那种感觉 整体上,整个中国的情绪,民众的情绪,对日本,那真是 就是非常,一是非常担心,二是很愤怒 当然到底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在中国,这我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这比例可能不小,确确实实这个状况是很严重的 然后我就觉得中国这样下去的话,很快会变成全球最穷的国家 这速度会非常快,以前我提这个事,很多人不服,很多人觉得你这个就是胡说八道 但是现在的话,我相信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就是说相信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这样,咱们仔细来分析一下 然后在分析之前,我想再说一遍,就说可能有些人会想,韩国不可以那样吗 韩国不可以买盐吗,抢盐吗,是不是 怎么说呢,我现在就在韩国生活吗 就是反正别的城市我不清楚,我的城市我感觉还是比较平静 你知道吗,就在24号当天,当时这个就是日本排放这个冷却水 当天我到了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大超市啊,叫homeplus 我去大超市,去了以后非常非常的平静 对吧,没有人,我看没有人说排队买盐呢,抢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在做这个视频之前,我还到这个就是说这个网络里面看了一下 就韩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购物,这个网站叫coupon 我进去看了以后的话,盐还是很正常 你都能够买到,而且价格也没有那么贵,对不对 然后很多盐就买,就是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这种情况 你知道吗,所以说韩国整体上吧 他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人吧 他会有一些做法,但是整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 跟中国这个完全是这个不一样,中国整个这个状态 我反正我从网络里面看是特别可怕啊 但是这里面我要强调,可能还是很多中国人是比较理性的 嗯,那么为什么我说现在中国状态 中国就会变成这个全球最穷的国家,速度会非常快 咱们一点点来分析啊,就从最简单的角度来看 对吧,现在大家可能是很多人呢就不能吃这个日本料理了 是不是,你不吃日本料理,他这里面有两个意思 一是很多人他确实是相信,对吧 他真的相信这个海水有问题 那么,因为他就花钱买盐呢 他只要是花钱,就说明他是真心,那他就害怕就不去了呗 那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想去,但是周围的人可能不想去 对不对,他这里面他自己觉得,哎,我要现在说去日本料理 这个吃饭,那有人,是不是比如说有些小粉红啊 或者周围有些所谓的爱护群众,是不是会说完 他就会很担心 所以说这个日本料理店的生意可能会下滑的很严重啊 那么我看网络里面有人讲,就说日本的料理店有大概7万家左右 那你想,这就多少影响到多少人 而且这里面他不仅仅是日本料理的问题 他所有你经营海鲜的这些饭店都会出问题啊 这里面的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中国人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啊 他最害怕的并不是日本那边的这个海水 他害怕的是中国附近的这个海水 大家明不明确这一点啊 如果说这个海水只在日本那停留 那可能很多中国小粉红啊 或者是一些爱护群众可能会这个幸灾乐祸呢 太好了,日本那边这个倒霉遭殃啊 他肯定还会这个幸灾乐祸呢 他这里面担心的本质是他相信 很多小粉红他相信,他坚定的相信 这个水他能流到家门口来 能流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这一面 流到家门口,他是相信这一点的 这个是很多人中国人害怕 然后很多人中国人气愤的这个原因 那么也就说明什么呢 他们觉得中国海域里的水 那些鱼也不能吃了 所以说不仅仅是日本料理店的 整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说 你经营海鲜的这些店就全部行了 甚至你是说你是从俄罗斯也好 你是从韩国进口的 大家就都不吃了 是不是,那得影响多少人 昨天我在视频当中还提到这个事情 就是整个中国这个鱼业产值 包括淡水,包括海洋鱼业 海洋鱼业大概产值整体上 各个方面加在一起 一万亿人民币以上 涉及到的这个就是从业人员的 少说吧一两千万 多说可能两三千万 这样因为有的有些临时工作什么的 反正整体上就涉及到的规模 也是非常非常大了 那你说他这个这些人怎么办 有些人说哎呀没事 你不用耐心中国人他过两天就忘了 然后他还会去吃 即便是如此吧 那怎么着也得挺个几个月 几个月这些饭店能撑得住吗 对不对 本来这三年习近平总方针不动摇 就已经非常悲惨了 哪里手里哪里 可能没有那么多资金了 你再几个月资金链一段 这些饭店一倒 它就很难再开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现实 那这个只是一部分 咱们再往深了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刚才提到了 中国人现在担心的愤怒的 不是所有中国人 我只是那一部分 就是相信的那一部分 他们担心愤怒的是什么呢 说白了两个字 就是海水 海水 然后呢 说再仔细一点 就是家门口的海水 中国的这渤海 东海黄海南海的 就是说海水他害怕 那这会导致什么 大家想一想 首先咱们就简单来讲 首先可能很多 以海洋 就是说海洋旅游行业 可能就不行了 大家就不去了 对不对 你担心 你还能下海水游泳吗 是不是 就不去了 那这一部分人又是多少 那周边的这些商家 饭店的可能也都不行了 这影响会非常大 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以前大家说这个房子 很多时候想到 海边的别墅 那你说海边的别墅 早上起来 一看到大海 那觉得真的是很高大上 是不是 那现在的话 大家可能就不会去住这个房子了 那不是说 还是那句话 不是说全部中国人 就有一部分人 那这一部分人影响就不小 他就不会去买这个房 甚至有些人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那你说在中国以前 是可能最受欢迎的 比如在青岛 大连的上海 等等这些地方的 这海滨的这些别墅 价格是不是要往下走 它是不是会进而影响 整个中国的楼市 这影响会非常的大 你知道吗 这是咱们再往下 就是说海边这些城市 对不对 那有些人说 以前可能有说 我要去海边 对吧 去大连 哪去打工 赚钱 工作 就想 不去了 算了 还是去沈阳 或者去其他的内陆城市 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人 理由就没有那么多 甚至有些在海边生活的 这个人 他可能也要往回走 他是真信 对吧 刚刚不提到了吗 他是真信 他不花钱买人 他只要一花钱 就说明他是真信 对不对 那整个对经济 各个方面的影响 是很巨大的 这些事情 你仔细去想想 就都很可怕 因为再有一点 就是说中国人 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 害怕的一个情况 他是很恐惧 而且很气愤 你知道吗 对日本人很仇恨 那这个脱钩锻炼速度 不就更快了吗 跟日本 那又有多少人 要这个失业 对不对 中国政府 我想他今这次 这么大规模的 这么报道 就是说 让中国老百姓生气也好 对不对 他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可能 就是要这个 去转移视线 有前段时间 就因为卓州 等等很多事情 真是把中共 把习近平搞得焦头烂额 他希望把中国老百姓的民族情绪调起来 然后转移大家的视线 但这个事 它造成的影响 可能没准甚至更大 你知道吗 对 外国人一看 中国这什么 这都什么年代了 对不对 怎么都这样了 对不对 大家都走了 可能这影响会更大 就是中国政府 他往往是为了 对吧 就是说掩盖一个矛盾 他会制造一个更大的矛盾 更大的麻烦 是中国政府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整个这个情况 看起来真的是很不乐观 中国 抱歉 今天早上 为什么 这嗓子怎么不太好 他整体上 他就是说 不断不断的朝着 就是说 最穷的国家方向 在往前走 等等 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状况 真的是 整体上日本的水还要排30点左右 对不对 可能又会出现那种总方正不动摇 那个情况 大家都已经 别的国家 大家都很自然正常的生活 可能中国这边还在玩自己那一套 按照自己很可笑的逻辑在玩 谁知道 整体这些情况 咱们再只能是一点点慢慢看 反正中国社会 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个社会 我觉得就这样下去真的是 哎呀 只有结束中共的统治 习近平下台 中国才有希望 好 这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